中国跳水队的天才少女全红缠是大家非常欣赏的一位运动员 全红缠在两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获得了奥运会冠军 并且以466分的高分打破世界纪录 对于全红缠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时刻 全红缠也再次向粉丝们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天才少女全红缠的横空出世震惊了世界跳水界 全红缠自从夺得了东京奥运会的冠军之后 小姑娘的人气居高不下 很多粉丝都在关注着全红缠 前不久全红缠跟随中国跳水队参加了杭州亚运会的比赛 而且在杭州亚运会的赛场上发挥得非常耀眼 最终获得两枚金牌 现在全红缠正在全力备战巴黎奥运会的比赛 由于全红缠已经成为了中国体坛的超级明星 小姑娘的人气也在不断升高 因此有很多的商家也希望和全红缠合作 最近全红缠和自己的师姐就和某品牌合作 他们为某品牌拍摄了广告 大家在拍摄广告的时候还是比较放松的 但是却受到了一些粉丝的质疑 近日网络上流传出一组全红缠代言某时尚女装品牌的照片 结果引起了网友群潮 不少网友表示 衣服实在太丑了 造型和摄影都很没水平 跟时尚完全不沾边 希望品牌方找好一点的造型师和摄影师 不得不说 这照片确实很没水平 衣服款式也很老气 看到这里有的网友表示 看来这个品牌商真的应该去反思一下了 虽然这个品牌商和中国跳水队建立了合作关系 并且邀请到了天才少女全红缠这样的优秀运动员 作为代言人 但大家发现 16岁的全红缠身上穿的衣服还是有些别扭 大家不喜欢全红缠衣服的造型 这也让很多喜欢全红缠的粉丝感到有些尴尬 全红缠这一路走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大赛上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大家还是希望全红缠能够稳扎稳打 不要受到品牌代言的影响 全红缠依然是大家心目中那个无所不能的奥运会冠军 希望品牌商以后和全红缠合作的时候 一定要挑选更合适的让全红缠代言 这样才能够体现出全红缠的价值